大家好我是大補鐵小編 又到了每個禮拜拿著這個新聞稿來跟大家分享這個明天9月11號改版情報的時候 那這一個禮拜其實主要來說更新的是所謂的陣營戰 那陣營戰的部分其實有兩個活動一個是在遊戲裡面另外一個是在遊戲外面也就是網頁的部分 那這個的話會在後面跟大家來做一個分享 那簡單來說這禮拜的活動有三個 第一個是四大精靈戰 也就是陣營前哨戰的活動 那第二個呢神秘商人這個應該不用多說大家都知道以前曾經有過 類似的活動 然後再來是中秋節的一個商品 那這個用金幣就可以買到了大家不用擔心 那我們先來往下看一下 第一個禮拜 這個禮拜推出的這個陣營前哨戰 他是說可以機率性去獲得這個虛寶 好那前面這邊的話一些這個劇情我們就不講 我們直接跳到這個巨蟻女皇跟沙蟲陣營戰的這個 體驗活動來講 好那這個的話其實 陣營前哨戰他就是為了讓玩家可以提前體驗到這個陣營戰的改版內容 所以這一次的話呢 網頁的部分 他會舉辦一個前哨戰讓大家來參加 好那基本上就是你登入賬號 你登入用Facebook 用你的冰飯或者是Google 去登入賬號之後 你就可以去參加這個活動 那在裡面呢你會被隨機分配到 巨蟻女皇或者是殺蟲的這個陣營 好那你在陣營裡面每天登入然後你就可以用你的一些分數 用你的陣營裡面的分數 去攻擊你的 敵方陣營 那最後 來 勝利的跟失敗的都可以獲得獎勵 那如果是失敗的話也沒有關係 基本上每個人都有講嘛 那如果說你每天 只要登入打5次 或者是以上的話 你還可以再獲得額外的這個獎勵 我們來看一下真正 實體對戰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就叫做四大精靈戰 那四大精靈戰很簡單 他就是把一個場地 分成4個部分 你只要每天殺100隻怪物就可以獲得 古老的印記箱 然後打開之後可以獲得 4種屬性印記 那玩家可以在13點3分以及19點3分 也就是說 下午1點的世界王之後 還有晚上7點的世界王之後 在奇岩村莊 找這個四大屬性精靈的這個訓練場 他會有一個傳送點就對了 然後你傳送進去之後 你只要在 每一個陣營嘛 那你只要 陣營裡面 其中一個陣營 先把這個 陣營裡面出現的 真正的精靈王 幹掉之後 你就可以獲得 這個額外的buff 然後也會有機會 去拿到什麼 所謂的 稀有飾品箱 稀有能力長血箱 blahblahblah 等等的東西 那這個要注意一下 到時候這個玩法是這樣子 他會出4隻 這個精靈王嘛 但是每一個陣營裡面 會有假的精靈王 每個都會有 那你只要先把 真的精靈王幹掉的時候 他就會 去就是其他的這個陣營啊 他們所有的怪物都會消失 好 那你的這個陣營裡面 你會拿到有可能會獲得這些大獎 玩法是這樣子 那詳細的話 等官方公告出來再來講 那小便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韓版的玩法 好然後再來 中秋節的這個活動要開始了 中秋節活動總共有兩個 第一個是神秘商人 好那第二個就是中秋節啦 那神秘商人的話 這一次他有可能是 綁定帳號了 也就是說 你在這個伺服器 你的帳號在這個伺服器裡面 你可以去找神秘商人 好那他出現的時間跟以前一樣都是每小時 應該說是 這一次也比較特別啦 以前是兩小時的樣子 好這一次是每小時55分的時候 會在這一些地方 距離洞穴入口 古丁地間 象牙塔 修煉地間 還有一王王國的入口 隨機出現 一個神秘商人 好然後 你找到之後呢 你就可以跟他買道具嘛 那他每次出現 只會有5分鐘 可是不用擔心 因為他24小時都會出現 所以你隨時都可以去找他 好每小時 都會去找他 好那以前的話 這個神秘商人是可以用分身買 這一次 以韓版上市的這個 神秘商人是不行的 所以這一次我想台版應該也是不能用 玩分身流的方式去 拿到這些額外的這個獎勵 所以 大家再看一下官方的這個公告 好然後再來 中秋節 中秋節 來來來來 中秋節的部分 好這邊 只要玩 玩家等級滿60級 就可以透過 活動 商人 購買中秋節的這個禮物箱 好那 韓版最近也有 這個禮物箱 也就是說 現在畫面上看到這個 他是 每一天都可以去 他點一次之後他就會CD一段時間 點一次之後會再CD一段時間 好那他裡面就可以拿到這些東西 好那這個的話 是用 天幣買的 好像是2019 天幣 所以 到時候大家去買的時候大概也是這樣子 那他裡面的東西有龍之珍珠 戰鬥強化卷 然後高級 娃娃或者是變身抽卡 還有一般的高級娃娃變身抽卡 名譽金幣 娃娃硬幣 就三種貨幣 然後最後第12階段可以拿到商城的飾品 應該是兌換券 好 那這個東西基本上可以說是 送的啦 這個可以說是送的 因為他是用 金幣的方式去買 所以可以說是送的 好到時候大家記得要去買一下 隨便拿一隻角色去玩都可以 只要你要記得去開就好了 12階段大概要是開12天 好那以上呢就是9月11號的這個改版資訊 如果喜歡我們的分享 記得幫我們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還有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